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古文观止 到读熟了之后就是字真句着 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 但是其实重心呢在于咱们在翻译过程中了解它的内容 大家切不可呢就是太多的流连于每个字每个词 而是整体的学会根据上下文串下来 然后每一篇文章呢争取能够积累下几个重点的字 那么能够坚持多读多记我们的读古文的水平就会很自然的慢慢的提高 那么我们昨天读到了曹贵论战 今儿呢来看看曹贵论战什么意思 曹贵论战 那么这里头呢曹贵是人物 我们以前说讲到人物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给画起来 防止它干扰了我们的翻译 那么论呢就是讨论谈论 那么要谈论跟战术啊有关的既有战术 也有一些战略措施跟作战有关系的内容 十年春这个十年我们回头在背景当中会讲到这个是强调呢是鲁国的我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了说奇师伐我那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个我字 那么因为这个历史是以鲁国人的语气来陈述的 那么大家知道奇与鲁占据着现在的山东的大地 奇国呢是大国是强国 鲁国是小国 那么奇国的军队伐讨伐 攻击我们的国家 攻将战 要打仗了 与之作战了 曹贵请剑 曹贵呢请就是请求 剑呢就是会剑 他作为一个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有的要叫做这个世人啊 就是有身份的有贵族身份的人 曹贵呢应该是一个普通人 应该是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群众级的吃瓜群众 一个吃瓜群众请见请求 这个会见拜见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参与意识呢 我们往下看 奇呢在文言文中这也是一个虚词 它是个代词 就是他的谁的曹贵 他的乡人 同乡的人啊 跟他同乡的人就觉得这些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肉食者 我们怎么来看肉食者呀 同志们 肉食者强调吃肉的人 这个呢跟过去的生活有关系啊 过去生产水平 生产力水平地下 所以能吃上肉的 就是高级的人物 就是贵族 这些事啊 让他们吃肉的 就是让他们贵族谋划考虑 知 知也是代词 代这件事 什么事啊 我们要抗击其兵的侵略嘛 是吧 肉食者商量这件事 又何必去见 这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这个见是什么呢 我们听说过这个词叫挑拨离见 这个见就插进去 这本来不该你的地盘 不该你考虑的问题 你插进去 强调的就是参与 你又何必参与呢 这里头没你什么事啊 可是曹贵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叫做肉食者 咱们说了 那些贵族 你认为贵族该管这些事啊 肉食者比 这是我们这篇课文的第二个重点的词 这个比是粗比的见识浅漏的 对 他们是吃肉的人 他们是贵族 但是呢 他们见识浅漏 就是他们呀 考虑问题不周全 他们的水平不够 未能远谋 这个远 我底下加个h的就是活用 那么本来呢是远方 这个指的是从远方 他并不能从远方 未远方 未长远的事情 来谋略 来计算 意思就是 让他们管这件事啊 我不太放心 奶入见 奶是下一个 这里头的 我们常见以后 经常会见到的虚词 这个奶呢 就是于是 顺理成章的呀 他和他的乡人做了对话 普通的小老百姓就说 别管别管 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 曹贵说 他们不行 谁上 我上啊 我可以上啊 于是自自然然的 就拜见 陆公 陆国国君 那么他和国君之间呢 有了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 何以战 这个何以战 这个要说句式上 这个叫宾与前置 什么叫宾与前置啊 就是以和战 凭什么去跟人家打呀 齐国那么牛 那么凶 我们有什么本事啊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底气 来自于哪里呀 公约 衣食所安啊 这个所 代表什么什么的 就是安 就是我的安 安就是我心里安定的 我所拥有的 我拥有的 不管是吃的 还是穿的 服感专业 我并不敢专享 并不敢专有 这个专 说明 我是一个大度的人 我是一个无私的人 我自己吃好了 穿暖了 我也一定要以 又是一个虚词 对吧 以就是用 用之 就是把它怎么样 给分给别人 意思我愿意跟百姓 分享啊 但是曹贵 立刻意识到 说你这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小会未变 又是一个重点的诗词 有的时候啊 这个变 还写成这个变 写成这个变 也是一个通用的字啊 就是普变 你分 你能分给我们 鲁国的所有的百姓吗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变 就是普变 那么百姓也不会跟着你 这里头 就已经表达出一个思想 就你想作战 你必须发动群众 必须有群众的力量 必须有大家支持你 那么鲁公说 我群众肯定支持我 我会把我的好吃的 好穿的都分给大家 那曹贵说 你分能分多少啊 不普遍 所以这个 你获得不了民心 那么接下来 公就说 牺牲欲博 这个牺牲 这里头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指的是 献祭的 猪牛羊 那么我们要拜祭祖先 我们要获得上天的祝福 那么我的这种牺牲 强调的是 我献祭的物品 还有包括玉帛 也是珍贵的东西 福感家也 这个家是什么呢 不敢增加 我不敢随便改变数目 必以信 一定说多少 就是多少 用信 这个以 那么大家看到了 也是用的意思 一定要有我的信用 一 我是无私的人 二 我可以取信于天 这么听起来呢 好像很有道理 就是你是一个好国君 但是曹贵呢 他是来自于百姓的 他会站在百姓的那个角度说 小心为福 这个福是一个重点的词 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获得幸福 获得别人对你的信任 你这个呀 是你个体 或者说你这个朝廷 对着上天取得的一点点信任 并不是对所有的百姓 所以呢 你就不能取得别人对你的信任 神福福也 这个福字我们在底下 也画一个H 就是活用的 这就是我的标志 你也可以画你的标志 神啊 不会 本来福 哎呀真是好福气 它是个名词 在这里表示什么 表示降下福指 爱它是做动词的 本来是福气 指降福 你这个呀 也不是什么大事 也不是取胜的关键 神灵也不会降福于你的 公约 小大之欲 公又约了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这可又是一个重点了 大家也要把它记住 做这个笔记 无论小还是大 这个之就是得的意思 得什么呢 不是监狱 按键 一定记住 欲还有一个意思 表示按键 虽不能查 这个虽呀 表示及时 就算是 不是说真的我不能明查 就算是我不能明查 是吧 也一定要用什么 情 哎 根据具体的情况 实情 我来做判定 那么大家想 老百姓遇到的问题 最多的是什么 可能就是日常生活 点点滴滴的这些事 有人群的地方 就会发生很多事 有事就会发生矛盾 那这个公说到了 说如果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 我一定要根据事实 这个情 就是实情 就是真情 是吧 那么就是说 我一定不是说我跟谁好 或者是说谁有钱 一定是根据实情来做事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就跟所有的民众 有直接的关系了 因此说 这才是中之鼠也呀 这个我给他算作一个判断句 这不是一个屁吗 就是判 判断句 这是中心的鼠 鼠强调什么 一类 这是让百姓中心的这类的事啊 做到这儿 可以一战了 我们可以打仗了 如果你要去对抗齐国的话 请求从 从是什么意思 让我跟着您啊 我们说好麻烦呀 曹桂你说打 你就赶紧打吧 但是曹桂先要看到 这个君王 这个君主 是不是值得托付的 说白了 我绝不冲动 绝不盲目 我要看看 你是不是好的国君 如果你是好的国君 你有好的群众基础 好 我跟你一起拼 大家看到 过去百姓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一个情 在意的是一个礼 在意的是一种公平 那么我们看看打仗的过程吧 很著名的打仗的过程 公与之城 公和他一起乘 乘是乘车 过去打仗呢 是要坐在战车上的 然后这个公呢 是非常信任他的 和他一起作战 战于 这个于 哎呀 这个没画好 这个于啊 于在这里呢 他也是虚词 在呀 所以这里头是应该是一个状语 状语表示地点的 表示时间的 放在后面啊 准确的顺序应该是于长韶战 在长韶作战 公和他一起登上战车 在长韶和齐军大战 公将谷之谷 名词 在这里做动词 击鼓 是吧 哎 击鼓 因为击鼓有什么了不起的 过去两军对垒 如果咚咚咚一敲鼓 这就哗 这就冲锋上阵了 如果当当当 哎 一敲锣 那么就要收兵 所以击鼓进军 明金收兵 哎 两军都在战场上摆好了架势了 这个功呢 就要敲鼓 敲鼓让大家往上冲 结果曹贵说 为可 这可不行 是吧 现在咱先别冲 等到齐人三鼓 齐人敲了三次 就是齐国 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齐冰 沙哑要上 然后呢 一看 鲁军鸦雀无声 那就待会吧 你们没准备好 咱就待会吧 然后咚咚咚咚咚咚 齐国又敲鼓 然后沙哑要上 你看 又没动静 又停了 等齐国敲了三次 这个三也可能是个虚指 敲了几次之后 曹贵说 行 上 哎 他们就上了 结果上了之后 齐师 败 祭呀 哎 失败了 打败了 功将 持之 这个持啊 本身 表示奔驰 那么在这呢 前面有败军 那么我要奔驰 奔驰什么 引申为追赶 啊 那么 功要追赶他们 那那就一定啊 穷寇要追啊 结果曹贵说 别追别追 为什么不让追呢 曹贵下 你要注意 过去的战车好高啊 曹贵是什么 从上面走下来 从战车上 他要下来 看一看 这个折 折我们说过 跟车有关系的 对吧 哎 这是车辙 看看车骨骼印 而且呢 登市 大家看这个 眼熟不眼熟 这个字 苏市的市吗 市指的是 你车上面那根横梁 曹贵呢 我要登高 才能望远 他就登到了 这根横梁上 再望远望 望什么 望逃跑的齐军 这个知 应该就是带 拜军 然后干完了 这两件事 哪两件事 一 是齐折 二 登市而望 曹贵说 可以 可以了 上吧 岁 岁就是于是旧 是吧 于是旧 追赶 齐军 追赶齐果的这种军队 从这 你看曹贵 曹贵干了几件事 咱马上做总结 三件事 一 等到人家三股之后 然后我再说 哎 咱们冲吧 是吧 二 我要士齐折乱 望齐 登市要望 望看他们的这个 呃 失败的逃跑的这个军队 然后再去捉 那曹贵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咱们接着看 既克 我们了解第一个词 这个克 克就是拿下 是吧 哎 把他战 把他给战胜了 公问其顾 哎 公问曹贵 这个 其 就这个 我们能够取胜的原因 听听曹贵的议论 那么开始表示议论了 大家还记得吧 几声来着 二声 服 发语了 开始议论了 打仗 平的是 勇气 好 这是一个判断句 什么叫判断句啊 一句话 能够翻译出 是或者不是 这就叫判断句 打仗 靠的是 勇气 啊 那么 讲究这个气 敲一声鼓 把这个气呀 给低了起来了 啊 我们要冲过去 我们要杀 我们要干掉对方 如果再敲一遍呢 那他可能就 摔了 哎 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就败落了 这气焰就下来了 如果敲第三次呢 干脆 直接就空了 从最高峰 掉下来一点 再掉下来一点 比结 因为他们已经敲三次了 所以他们是结 结是什么意思 我们理解 结是近的意思 哎 他的那个精气神 他的这个勇气 近了 而我的呢 营 营是什么意思啊 是满的意思 大家想 有什么词 我们用到了营 比如说 热泪 营框 对吧 就是满眼啊 营是满的意思 那顾客之 因此就能够战胜他们 他们都没劲了 因为他们敲了三次了 我们呢 还意气风发 我们想一鼓作气嘛 对吧 因此我们就战胜了他 那回答君王的第二个问题 哪个问题呢 为什么不让马上追 他说 服大国 再次看这句话 这句话是个什么句 是我们依然说 它是一个判断句 对不对 大国是难以测 测呢 可以表示预测 也可以表示揣测 就是这个大国呢 他的心字 他的心眼度 多多呀 难以测量 难以揣测的 据是树心旁 是怕 怕有浮烟啊 怕有埋伏 烟呢 就是一个语气词 是吧 怕有埋伏啊 是吧 无 是其 折乱 试试看 看他的车折乱了 如果是有埋伏的话 是事先布置好的 他们应该是有序的撤离 是吧 但是在这呢 是乱跑一气 看他那个车折印都乱了 忘其 其 米 我们念的是米啊 同志们记住了 这个米有什么意思 倒下 比如说望风批米 就是倒下 看到他的旗子都倒了 那么就证明 太过慌乱了 车折印也乱了 旗子也倒了 这个逃跑 是没有预谋的 是仓皇的 因此我知道 他们是真的失败了 所以呢 要逐支 最后一个支 没问题了吧 支 带此 带谁呢 带失败的奇君 我们的翻译就是这样 那么跟大家说到的一些重点的字 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再看一遍 他都当什么讲 然后我们后面在讲字的过程中 也会把这篇文章落实的字 再给大家讲清楚了 到这儿 我们看着原文 能够清晰的把意思讲出来 重点的词 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当然了 这是学问艳文的第二步 第三步 明天我们来看一看背景知识 我们来看一看文章的建设 来 我们明天再见吧 你在这儿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自己听